一般的礼定安排 中国领导人和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 在北京的会堂活动都在人民大会堂进行 最终中方选择在中南海 中国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 安排这一场中美高层会晤 对奥巴马的确是一种领域 习奥会举行的地点是中南海银台韩元殿 习运情专门向奥巴马指出 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 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 其实正式阐述其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中国梦概念 展示出中方在外交上刚硬一面 本次奥巴马到银台是他任总统之后 第一次走进中南海 习运情在克林顿小布什都曾经到访过的地点 来接待奥巴马或许也有传承之意 此前在11月5日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 确认了奥巴马访华最终的规格为国式访问 随后白宫新闻秘书也发表了类似声明 但是就在一个星期以前 10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对奥巴马来访中国 依旧使用的是访华一字 短短数日奥巴马访华快速升格为最高等级 从访华到国式访问 有哪些内容进行了升级呢 首先国式访问指的是国家元首 因他国元首邀请进行的访问 其中还包含一些规定动作 例如东道国国家元首 会来访国家元首去行国宴 国宴的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 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其中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 切菜的时候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 一根叶子加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 等热菜刚出锅 化验员又会马上过来 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器里面 直到用餐结束以后 24个小时不出问题 样本才能销毁 此外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 国宴用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 供应地点正式设在 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工处 多年以来 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 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工机构 设立一时的使命 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外国原生访华 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 提供食品安全保障 每到国内国际重大活动之前 34号供应部几乎都能够最先知晓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也不例外 为了充分准备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 34号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美国方面提出 要为尼克松夫人准备一种可以直接饮用的果汁 正在今天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可是在当时却让34号的厨师们费了一番脑筋 当时只知道上海生产的汽水是对着水喝的 能够直接饮用的果汁还没有听说过 后来他们采用了人工压榨的土办法 为客人加工出了果汁 而李宾斯准备的果宴当中也不乏政治欲益鲜明的菜品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 钓鱼台国宾馆为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准备了第一次午宴 其中就有毛泽东点名要吃的烧滑水 烧滑水是上海地区汉族传统名菜之一 属于护菜系 以新鲜和鱼韦为主料 对于不喜欢吃多次鱼的外宾来说 这道菜并不合适在果宴上出现 但是毛泽东执意要加上去 当尼克松以及夫人知道这道菜是毛泽东特意为他们安排的 感到非常高兴 而且吃得很干净 实际上烧滑水背后有深刻的寓意 这道菜采用青鱼的尾部作为主料 那是鱼身上最有力的一段 它好像是鱼有水池的前舵和推进器 毛泽东主席希望借这个寓意 希望中美两国从领导人会见的那一周开始 一起推动两国以及世界向前发展 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APEC他的饮食的选择也很有中国特色的 我们知道欧马泰也比较喜欢吃中餐 所以让外交的带头知道让这个饮食的软实力能不能够帮助一些外交成果的达成 我跟几个老大使挺好的 我对人关心 其实那些老大使有一个贡献 他说外交成功一定要有个好厨师 也是很重要的意义 吴建民大使跟我说他跟希拉克中的关系特别好 然后就是因为他是有个特别好的厨师 有鸡浆菜啊 希拉克夫妇俩特别的富人喜欢都不得了 所以隔一段时间你不找他还找你名字 他就是吃饭来了 所以这个好厨师非常重要 中国人大家应该讲吃在中国吧 很多中国是有先天优势的 这一次怀融美派书会 中国肯定是猛烹在这个煮草牛市 煮菜牛市了 当然我后来注意到一个细节 反正今年就为了照顾那个伊斯兰国家的印度 他现在有一点偏那个清蒸 对吧 这是一个可能的 在偏清蒸的前提之下 尽量让中国食品的 这个优美的美味的 那个丰富性提醒出来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他也是一个非常 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喝酒 那我们利用我们的 这个白酒优势 成功地征服了叶利钦的 这个总统的胃 那么还包括这次亚信峰会 那么 其实像中俄能够达成 这个天然气的供货合同 其实你看细节会发现 其实这个王忽林 和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就紧来着做 一方面吃饭 一方面就开始谈事情 那么这个其实对 对这个达成事情 本身是有 有很多关注的 而且一个国家的外交影响力 外交亲和力 首先就体现在 它的饮食是不是有影响力 有亲和力 你像这个中国 很多驻外使馆 民馆 确实都是配厨师 中国带过去的这个厨师 能够真正的反映 中国饮食的真正美 所以你一些重要的场合 然后由中国厨师 掌勺 混上真正的中国美味 那么这样一种意义 外交旁盘的这个氛围 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目前中美的互动 这个误解和误判 有出现吗 就通过人手的私交 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有时候国家的关系 和人际关系很相像 就是即使这个问题 做出来之后 如果没有这个沟通的话 可能会不会对方误解 那么通过单面的沟通 那么就是能够消除误解 那么像外交的工作 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通过面对面的坐下来沟通 坦诚的沟通 来真正的讲自己 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那么这样一种 手脑之间的这种峰会 这样一种沟通 其实对中美管控分歧 避免误判增进互信 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大国外交 元首在其中 还是发挥了很多的 这个重要性的 如果说元首在这个层面 能够把一些大正方针定下来 那么下面的这个部位级 或者更为这个 下面的一些级别 它就能够有这种动力和目标 去推动一些事情 但我们回顾中美关系 它的一些重要的时刻 其实都是和两国元首的 那一些特定的场面相关的 这个尼克松访华 我们的应务里面 就是这个毛主席和 这么来这里去见尼克松 没有手脑的会晤 中美关系很难取得 现结婚的一种进展 那么从访过来讲 就是如果中美手脑 没有长时间的面对面的交流 中美关系一定出问题 我们都知道领导人很忙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 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 像习澳会这样的会面 毕竟不可能经常进行 那么两国领导人间 更常用的沟通管道 又是什么呢 我们请长期研究中美问题的 宋国有先生 为你深入解读 中美两国守护三句万里 但在全球化 信息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 中美相互之间的沟通渠道 是全方位的 上至两国元首 下至普通民众 都有着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渠道 在政府间的一轨对话之外 中美双方的专家学者 所从事的二轨对话 在双边沟通方面 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本人参与过不少中国官方背景制度发行的交流活动 也受邀参加过美方顶级制度组织的会议会谈 或就一些敏感议题和政策 与美方当面沟通 或就暂时不能由双方政府出面做的一些事情 做前期铺垫 或者共同谋划 推动一些长期对中美双方均有力的政策倡议 多次亲身经历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 中美都有一批愿意 而且能够为双边关系和平稳定 在贡献智慧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 中美之间的沟通是顺畅的 能够在关键时刻找到正确的人 做出及时的决策 相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协奥会 中美领导人每年沟通的管道 还拥有国际会议场合的见面 非正式的工作访问等形式 而作为便及和高效的沟通管道 当属中美热线变化的使用 其实随着习近平发出中国 更加积极有为的参与国际事务表态以来 中国领导人主动拨打电话的频率明显增加 据统计 自2013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至2014年期列 习近平先后与国际组织领导人 外国元首以及政府首脑 应约通电话22次 平均每月超过一次 其中光是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 就多达三次 仅次于通话四次的古今 而在这三次通话中 习近平均提到 要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同时双方特别提到 要加强蓝统领域的合作 并对双方两次 就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交换了看法 那么什么情况下 两国领导人会选择 用电话的形式进行交流呢 通常两国领导人 遇到一些事物需要直接商谈 或需要了解对方 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但又不能马上会面时 就会采用打电话的方式进行沟通 此外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 大国元首之间的热线电话 对经济问题的磋商 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不过 元首之间的通话 不像老百姓之间 拿起电话就能打的 必须要双方都有通话意愿 经过两国的外交部门的 认真协调商定时间 双方达成了一致之后 两国领导人 才能够按照约定的时间 与对方进行通话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就曾经在他的回忆录 《我的人生》中提到 1999年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遭到美军轰炸 江泽民不接他的电话 而在那段期间 克林顿还曾经三次建议 使用中美元首热线 但是中方出于 国家尊严和利益的考虑 没有理睬 不得已 他只好不断地 在轮开场合道歉 一个星期以后 克林顿才跟江泽民说上话 虽然是两国元首进行通话 但是电话两端 可不止元首二人 资深外交家 前上合组织密书处 副密书长高玉生托录 元首间通电话是免提醒事 由翻译现场交替传译 在装油热线的整个屋子里 有主席或总理 有记录人员 有时还有外长 有时也会有两国领导人 不通过翻译 直接在电话中交谈的情况 比如有着中国通知中的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就曾经用中